这个韩国妹子每天吃饭只花一块钱 四年成功存下一亿韩元 年仅24岁就买下了一套房 可能有人觉得她是在透支健康 但实际上她每一餐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女孩名叫郭志贤 出生于韩国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体弱多病 母亲沉迷酒精 姐姐患有抑郁症 因此她从小就坚强独立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因为学历不高 郭志贤在19岁时就离家打工 如今在一家宠物店做销售 每月工资在200到240万韩元之间 这个收入在韩国是什么水平呢 2022年韩国的最低月工资为191万韩元 也就是说郭志贤每个月都徘徊在贫困线的边缘 虽然穷但是她志向高远 20岁时她用废纸做了一张卡通支票 写下了一亿韩元的目标激励自己 没想到她凭借微博的收入 短短四年就实现了目标 几乎存下了工资的90% 这笔巨环直接让摄像小哥羞红了脸 先为一名无耻我怕 29岁的他 银行卡里只有300万日元 等于是差了30多倍 当国志贤拿出支出表的时候 节目组更是感受到了瞳孔地震 他每月在食物上的支出 还不到54块人民币 等于每天就一块多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点钱吃一两次外卖就没了 他居然能撑一个月 更恐怖的是大多数时候他还花不了这么多 2022年1月 他的食物支出 折合人民币46块 12月更是只有38块 这哪怕是每天都吃泡面也很难做到 可能有伙伴觉得 他每天吃的饭菜一定很寒酸 然而翻开他的食谱 却让人大低眼镜 不仅不寒酸 甚至还有点丰富 不是生菜烤肉 就是年糕烤肉 一点都没饿着自己 这每一道菜都是由他亲手烹制而成 菜叶子是自己种的 或者是从公司食堂打包回来的剩菜 又或是从各大超市耗的羊毛 郭志贤对超市的打折活动了如指掌 每次都赶着活动时间去购物 比如一份炖肉的原价 折合人民币48元 而他只花了5块钱就买到手 购物的每一张小票 他都会拿去兑换购物积分 作为一名积分战神 他非常熟悉 超市网站APP上的各种积分兑换方式 哪个平台的会员折扣多 优惠码怎么找 转介绍能拿多少钱 他都了如指掌 就连这种咖啡盒 他都能找到积分码 只要精准地抠掉一片纸板即可 郭志贤甚至专门开辟了一个小仓库 存储的他用积分兑换的战利品 有廉价食材 卫生巾 苦服品 锅碗瓢盆等 如果兑换不到需要的东西 也没关系 郭志贤会将它们挂到网上售卖 为了省钱 有时候别人送的矿泉水他也不喝 而是直接卖掉 自己就喝家里烧的白开水 偶尔也会以物换物 拿积分兑换的东西 换个小蛋糕也不错 这个甜品就没花一分钱 平常调味的酱料 也是用的干干净净 有时会有残余的酱汁粘在底部 一般人肯定就扔了 郭志贤对此却有小妙招 他会将瓶子套在丝袜里开甩 利用离心力 让酱料下沉到底部 方便继续食用 伙食费一省再省 交通费也绝不含糊 作为省钱达人 别说开车了 他连公交地铁都不坐 每天上下班都坚持不行两小时 有一次 他在外首市场买了个微波炉 因为不想花钱坐车 就抱着这个大宝贝 一路走回了家 走了近三个小时 还有前面提到的 那个在二手市场换来的小蛋糕 就是他不行了两小时四十分去取的 此外 郭志贤还练就了一手理发绝活 一剪刀下去 干净利落 他从不乱花钱买新衣服 穿破的衣服也不会丢 一双袜子 久经沙场破了洞 郭志贤立马就让他再就业 变成脱地的抹布 在美女如荫的韩国 他却不太在意容貌 即便是穿同样的衣服 从来不化妆 他也不会有任何自卑感 当然 想要达成一意含有的目标 除了节流之外 还得开源 郭志贤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赚钱 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 他每个周末都会去餐厅兼职 这样的生活虽然很累 但看着自己的积蓄不断增多 离目标越来越近 他就会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不断兼职 辛苦工作 到处换积分 放弃娱乐生活 就这样坚持了四年两个月 郭志贤终于在24岁时 实现了一亿韩运的存款目标 兑换了自己的卡通支票 有了钱后 郭志贤开始考虑自己的买房大计 其实按照市场上的房价 他肯定是买不起 好在韩国政府 在2009年 推行了一套经济房政策 专门针对年轻人买不起房的问题 这类房子面积不超过85平米 价格比市面上的都便宜 不过 由于资源有限 这类房子也是竞争异常激烈 想要认购的人 必须经历几个步骤 他们首先要拿身份证 和无房证明去银行开户 搞一个住宅认购储蓄定期 然后每月往卡里 存最低2万韩元 存的钱越多 信用分就越高 存购一年后 然后再参与抽签 因为价格低 增值空间大 这类经济房在韩国 是非常抢手的香波 郭志贤原本对此 也不抱多大希望 只是想着试一试 就参与了抽签 但或许是天道抽签 他最后 竟然成功获得了认购资格 喜出望外的他 立马付了4000万韩元的首付 买下一套59平米的房子 三年后能够交付 房产的销售人员告诉他 他是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认购者 虽然卡上的资产 近乎缩水了一半 但郭志贤却觉得 未来的生活 更加的有盼头 现在他的人生 又有了新的方向 那就是努力赚钱 还完房贷 并装修自己的新房 在节目播出后 郭志贤迅速成为 网络红人 很多人将其视为 省钱偶像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如此极致的节俭 生活毫无乐趣可言 对于外界的这些话语 郭志贤倒是毫不在意 他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并朝着这个方向 不断努力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介绍事情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